位於首爾市龍山區的天梯書店三樓 人們聚集在玻璃窗前 人們視線聚焦在鮮氣的花巾上 含苞待放的白色花蕾 這就是佛教中傳說的 三千年一開的悠潭婆羅花 最初發現悠潭婆羅花的是 天梯書店的代表張女士 她表示 偶然發現了玻璃窗上的悠潭婆羅 瞬間意識到這是吉祥的象徵 這給她帶來了驚喜 我找到診的平日 一年前在冷的貓上 五年時我們有個月有一年 中間已經完成了 是來自發的路由 我賣分來了 我賣分給你這種 這是公開的 你也教你送給你們總部 給我拿著了 所以更多人 更多上門 你會在建立所 所以我們一起去祝福 遊壇普羅花從十幾年前起 就在韓國各地相繼出現 在寺廟的佛像 教室的窗戶 或電燈上儘向開放 我們是第一次看的 不太好 我們是我們的運氣 現在也有好處 所以很高 雖然對於是否是 三千年一開的神秘之花 一吻紛紛 但最終給人們帶來了快樂和希望 從這一點來看 難道還不夠珍貴嗎